而圣诞节是许多小朋友最喜欢的节日 为了让离开原生家庭的小朋友 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的议员们 自掏腰包募集了物资 送给禅光育物院的院童 让小朋友能够充分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虽然天气仍然下着朦朦细雨 也交不习温暖关怀的心 25号这一天县议员张怀文 许子方赖国祥简之龙周俊佑 特地自掏腰包捐赠生活物资 给禅光育物院 希望让院童在圣诞节这一天 能够感受来自于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民政小组的各位议员 我们自发性的 自己捐赠了一些物资 来到禅光育物院 最主要是要跟这些小朋友 加油打气 尤其他们在这边有受到师父 还有租屋主任 照顾得很好 我们来的目的最主要在节庆的时候 来看看他们 也要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祝福 其实通常 我们小朋友最期望的就是圣诞节 能够接受到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婆婆的这个圣诞礼物 那我们就充当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婆婆 把这个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上 祝福他们圣诞家节快乐 由于禅光育物院 长期以来关怀社会弱势家庭 至今收容安置个案结案的 已经达到700余人 花蓮县议会民政小组 以圣诞送暖 用爱温暖怨童的方式 募集了40份的礼物 洗手爱心团体 关怀弱势 扩大公益影响力 来抛砖引玉的方式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圣诞节快乐 记者凌杰 新城乡采访博大